Hello,大家好,我是小三 我现在在青海的格尔木市 提到格尔木市,很多人以为这边最有意思的就是 这边的盐湖以及昆仑山 其实不是 关于格尔木市,我感觉最大的人文警官应该是格尔木的江军楼公园 因为这个地方牵扯到格尔木的建成史 还有就是青藏铁路以及青藏公路的一个维修史 今天在这边休息一天 所以今天就带你们去这边看一下江军楼 格尔木市不大,南北众生也就5公里 所以可以骑着单车过去 我在骑单车的时候碰到我朋友的车 我朋友换车了,我去年的时候经过他那 有兴趣的可以看到这个车 这个车就是他的四川的车 只不过他现在人不在这 他人现在在西藏派冰川去了 而且他换了车 所以这个车应该是不要了 一个人一辆车一个杂货铺一直在路上 我现在已经到江军楼公园了 这边有一个停车场是免费的 车停在这个地方我忘了带钥匙了 这个地方无人机没办法起飞 所以只能看一下他们这边的俯视图了 这边是停车场 然后这是雕像 这是青藏公路与青藏铁路 这边是展览馆 这是将军楼两栋楼 然后将军守之坡 主要的就是这四个区域的看点 因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展览馆的 所以进来的时候只需要登记一下就可以进来了 这是将军楼四个区域的第一个区域 这边有个群雕 名字叫诸禄云魂 关于青藏公路最早修建于1954年 后来说又经过两次的休戚 1954年休戚的时候 牺牲了179名官兵 另外有600多人受伤 冻伤以及石头扎伤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当时修建于青藏公路 全部是人工一锤子一毡子给敲出来的 前方这个是天罗塔 天罗塔有意思 这边这个是铁轨是青藏公路 那边是青藏铁路 好说错了 这个是有铁轨的是铁路 这个是公路 关于那两个红的是啥不知道 这个底下是有青藏铁路跟青藏公路的交汇示意图的 青藏铁路跟公路全部以吸引为起点 只不过公路的话是走到青藏的北侧 铁路走到青藏的北侧 公路走到南侧 然后铁路是直接到了德令哈 然后从德令哈跨过盐湖到了格尔木 我是走到青藏公路转到格尔木的 格尔木北边这块区就属于彩达姆盆地 彩达姆盆地的话北到大彩达 西到芒岸 南在格尔木 东边到乌兰跟都兰 过了格尔木的话 往前走 翻过昆仑山口就到了科尔西的无人区 然后这边是不动泉 这边应该有一个五道沟 二道梁 然后到托托河镇 转到汤古拉山口 汤古拉山口是以前最高的一个海拔是5231 现在最高的一个海拔变成了5500多 过了汤古拉山口 这个地方按照地图划分的话是青海和西藏的交界 但是现在青海和西藏的交界 在托托河和艳势坪之间 过了汤古拉山往这边走就到了拉萨 这就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 一直是不停来回来交汇的 在通往展览馆的路上是有一个雕塑的 这个雕塑的名字叫画间围离 上面这个部分是两把剑 下面是一个离地的 之所以会有这个雕塑 是因为当时修建于青藏公路的 都是当时在一的一个军队的人员 是中国的一个执建人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 就变成青藏公路的修路者 画间围离这个地方上面有一个红丝带 这个红丝带是代表着修建于青藏公路 牺牲的那些劣势 关于这个展厅怎么说 里面讲解的青藏公路的历史特别丰富 照片特别多 因为照片是没法审核的 所以就没办法拍照片给你们看了 来了这边以后一定要来这个展览馆去看一看 看完这个地方就看你们看第三个地方 就是江俊龙 前面就是青藏公路的一个展览馆 关于刚才那个天龙塔上面那两个红色的具体是什么含义 需要问一下博馆的这边的人员 博馆分成两部分 这边一部分这边一部分 这边讲述的关于青藏公路的一个修期 那边关于讲述修建青藏公路的一个将具 木生中的一个生平 这个基建馆的名字叫青藏公路基建馆 这边进到电视程 居住的�� 尴城 喜欢 tem语 抬带 包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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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就是 沐生中将军办公和日常起居的一个地方 这个副楼因为一系列原因没有开 只有主楼开了 主楼的话 二楼上不去 只能去一楼 关于这两栋楼因为一些历史的缘故 现在这两栋楼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边是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称是青藏公路建筑指挥部就职 2013年的话应该是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区域主要分为主楼 主楼就是这边这个将军楼 办公楼 副楼是这个楼 这个楼被称飞机楼 这所谓飞机楼的原因 我估计应该是从上网下看一个飞机似的 这是一个生活楼 这个区域的话是一个办公楼 办公楼上二楼的区域是封闭了 一楼的话是有两个门开着的 可以去办公楼里面瞅一下 希望这个里面没有太多的照片 因为这边拍视频有照片审核的话 说有点严 这个区域是属于办公区 后面是格尔木兹拉萨的一个平原书 十一图 办公室后面是有一个小床 就是办公室累了 可以简单的休息一下 这就是右边这栋楼 这个是东面这块区域 它是一个会议室 两边都是一些画像 过了会议室以后 这个区域的话是一个 也是一个办公室 它这两边是对称的 基本上每个区域的话 都应该好像有一个小床 就是办公室累了以后 可以简单的休息一下 里面的砖进行架构了 这是以前的砖 以前的大清砖 人来人往走来走去 就变成这样子了 而且它这个 怎么说 它这个房子是圈拱类型的 就是三北类型的 主要是牧生中将军 它的老家是三北的 刚才看的就是办公楼 这个区域的话是属于居住楼 居住区域也被称为飞机楼 主要是从上网下看像飞机一样 这个区域跟刚才那个区域一样 也是可以进去的 这个就是身后区的内部 地板都是以前50年代建造的时候的 这边是侄女寝室 12345678 床是不是有点多 主要是牧生中将军 这一辈子一生 一共是有10个子女 是亲生的 有一个养女 相当于是11个子女 所以床稍有点多 这个区域的话是一个卧室 是牧生中将军她的夫人居住的地方 在她的卧室旁边还是有一个办公室的 就在这个区域 这边办公室稍有点多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接待室 再往这边走 前方是一个厨房 这边是他们吃饭的地方 这些桌子椅子都是他们以前用过的 包括这个厨房 这个厨房也是当时50年代的时候建筑这个将军楼的时候所用的厨房 不是一笔一夫字的 他们这边区有一些关闭的 然后我问了一下这边的工作人员 他们说这关闭的是库房 库房没什么好参观的 关于这边的将军楼原来是在一个金属大院里面的 只不过后来因为城市规划 大院的院墙给大院的院墙拆完了 现在只剩下那两栋楼 还有这个大院的大门 为了对于这个大院的大门进行保护 所以就弄了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上面是有一幅对联的 中国对联一般是上联在右 就是这个 上联是四海斑藤云水路 这个是上联 下联的话是五洲震荡风雷击 这个地方就是第四处的一个点 看到眼前所能看到这棵树了没 眼前所能看到这棵树 就是牧生中将军抵达格尔牧时候 亲手所能种植的一棵树 在这儿 将军树清阳是1954年牧生中将军到格尔牧后亲手所种的 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棵树 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了 相对来说比较低矮 最高的话也就两米左右 后来的时候 牧生中将军在这边建了 这个区域种了一棵树 不停的种来种去 就形成了现在咱们所能看到的格尔牧师 关于前方的天路塔 一边是青壮公路 一边青壮铁路 下面那个区域是取青壮高原 就是不知道那红的是啥 问一下博物馆的人员 博物馆的人员说不是太清楚 有没有人知道那个红色的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 以上带你们看的就是格尔牧将军楼公园 接下来带你们看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 哦好静止入内啊 我想带你们看的地方就是格尔牧烈士林园 这个烈士林园埋葬着300多位修建青壮铁路 以及青壮公路的烈士 只不过很可惜进不去了 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名字有父母的一群人 如果说没有他们 就没有咱们现在从169进藏的这条路 也没有从格尔牧进藏的这条公路 只不过很可惜 我想进去看一下他们的名字 以及他们的籍贯 只不过这个地方关门了 这个地方距离将军楼不远 大概也就两公里左右 进不去的话我就要回到我住宿的地方了 这天气阴沉沉的 有一种想要下雨的节奏 回去休息一下 看看明天天气 明天天气好的话就明天出发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